真念 什么有妄想 没有咋念 叫真念 真念 无念 有念就不真了 但是也不能有一个无念 有个无念还是有一念 什么念呢 有个无念 无念也没有 这个法子太难了 那怎么办 阿弥陀佛有办法 阿弥陀佛教导我们 把你的心里头 只供养一尊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也没有 这也算是真念 好吧 你能够把阿弥陀佛 放在心上 除阿弥陀佛之外 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确实没有一个念头 放在心上 事情干 干完就完了 不放在心上 断窝不住断窝的像 修善不住修善的像 只有一个阿弥陀佛的像 这是金奏 无比殊胜的法门 全都归阿弥陀佛了 那将来你去哪里去 肯定接入自己 决定亲亲 阿弥陀佛 不能不知道 书生无比 那修善 你懂得这一句的意思 你就会修了 阿弥陀佛 等着 等到什么程度 海鲜老和尚 入这个境界 他看到 变法界虚空界 统统都是阿弥陀佛 这叫等着 我们看到 这是善人 那是卧人 不平等的 还在分别 还在支出 老和尚也见到 晚上念佛的主 床上床下 房子里头 房子外面 全是众生 在听我念阿弥陀佛 这些都是境界现象 自己要更精进 不放在心上 才真正利益 放在心上 对众生的利益很有限 那不放在心上 功德的利益 是圆满的 为什么 你跟心的相应 放在心上 你跟阿弥陀佛 相应 跟摩纳 跟意识相应 那就是轮回心 轮回心 造轮回业 轮回业 善有善苦 我有我某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你要是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感觉的太可怕了 为什么不念佛 为什么不把佛 放在心上 对于任何人 不能批评 批评 是批评你自己 为什么 你心就先有正念头 不是按理念头 你在说别人不忍 你看看 说别人不忍 自己心已经变得不忍 还在说话之心 换一句话说 你已经造三我道的业了 为什么 心里得有三我道 有贪嗔吃满意 就是有三我道 必须 心里头没有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你才能往生极乐世界 念念跟极乐世界相应 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 这好大了啊 诸位能把我这一句听懂了 听明白了 你这次到图文法没回来 所以 宣战佛上说 平等置信 二之欲敬 阿弥 对色 耳对身 以身为敬 鼻 闻相 舌肠胃 六根 在六尘 进阶当中 在六尘进阶当中 修定 天阳太远 就是智者大师说 若以空会 照住禅定 种种放门 出身 乃至 无量三美 这一句话 说得好 阿弥 空 空会是什么 我们唱书 齐心动念 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这是什么境界 这是自信 其心动念 是无事无名烦恼 是烦恼的根 沉沙烦恼 沉沙是比喻懂 是分别心 分别这个念头 无量无别 像沉沙一样 见思烦恼是执着 自由为师 喜欢批评别人 意见很懂 不好啊 这个烦恼 只遭六道轮回 那如何能在境界里头 如如不动 功夫 听说 别人说话 说得对的 更佛讲的是相应的 不说话 电头 笑笑 说得不对的 如如不动 像在禅定当中 没听到 这是海贤老和尚表的 我们要学 不让一听到忙 上就发表意见了 让人沉得住气 该说的时候说 不该说的时候不说 极心动念 言语造作 自己先要想到 要负英国责任 那就是我常讲的 你在制造轮回 六道就这么出来的 随着空会好 什么都不止住 这个空是真空 就是真心 因为真心 为什么叫空 真心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念头的现象 就是心理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它在哪里 它无处不在 它无实不在 我们对它毫无感触 那有空会的人 它欺辱心境 它为什么能欺辱 因为它没有 欺贤能力 没有分别之处 自然跟它融成一片 那就是发生菩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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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